神學其實是對聖經的解釋 聖經所講的經文如何應用出來 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的神學 我講一些例子 什麼神學 有些普通人的神學 例如說 神是很遠的 神都不幫我的 神不理我的 其實這是他的神學 他的神學就是 這個神是很遠的 是不幫人的 神是會小看某些人的 對神的觀念 也會影響他與神關係 也會影響他對聖經的看法 其實看聖經 同樣我們看 有些人會看到很多律法 有些人會看到很多因典 應該是因典和律法平衡 但是他的神學觀 為什麼有這個神學觀 有時不一定是聖經研究出來 有時只是說 他爸爸是很嚴的 他校長很嚴的 所以他就覺得神也是很嚴的 他覺得世界上的人也是嚴的 所以神是嚴的 有些人他就覺得 世界上的人這麼嚴 但是呢 一看到聖經 神愛世人 神真的很切愛 所以他看聖經的時候 這個觀念 有時是他聽到領受到 有時是他自己 他本身的觀念 所以神學觀 最好是由聖經建立 而不是由他個人的經驗 而不是由他建立 因為有些人 始終你說什麼都好 他都經常覺得 神是不太愛他 不太幫他 這就是一個神學觀念 這些是影響我們 的同神關係 譬如你覺得神是 神會不會遙數人 是很容易遙數 還是很難遙數的 神是否樂意遙數人 神是否樂意興起人 神是否體重人 這些都是影響我們 整聚聖經的神學 其實由經文 我們看每一個經文 譬如浪子的比喻 你從浪子的比喻 你從浪子的比喻 看見那個爸爸 他的兒子回來 他完全沒有問他 他沒有用廣東話 衰仔 我沒有用這樣的說話 你的錢去哪裡 沒有這樣質問他 他只抱著他就疼他 其實這個應該給我們一個神學觀 神是當人回轉的時候 他是會不計較的 他是很樂意遙數的 很樂意祝福他的 擁抱他的 而看到那個兒子 就會懷疑 因為他路上 已經想定說這句話 他說 阿父啊 我得罪你的天 我得罪你 從今又不配清 做你的兒子 做你的仆人 他已經想定 但當他爸爸抱著他 他一樣照說 兒子是很難相信的 我們從這句經文 和實際例子 可以相信 人不容易相信 神那麼愛他 不容易相信 接受神的恩典 這就 建立了這個神學觀 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幫助人 我們牧養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幫助人 相信我們的神是很好的 於是我們不用覺得神那麼遠 不用覺得神不聽我們的話 這個神學觀 就令到我們相信神 又知道我們需要牧養人 這個就是 建立這個神學觀 但是很多人 他們的神學觀 是錯誤的 因為他本身 他覺得神是不公平的 他經常都覺得神不公平 你說幾多話 他都覺得神不公平 因為他說 因為他解錯聖經了 你看那麼多人 水災火災又死了 神又不夠他 這個錯誤觀念 因為他以為神就是 將世界的災禍減少 聖經沒有這麼說 聖經說到災禍越來越多 因為人離開神 聖經的祝福 一定透過耶穌基督 不是就這樣 他就將世界的問題解決 這個就是神學觀 這些與人有關的 你剛問這個問題 是一種純神學 與我們的生活 未必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依然在神學來說 應該研究 就是到底聖靈是天父差遠 因為天父與耶穌一起差遠 其實在神學上 是兩種提法都有 聖經一定是包括天父差遠 一定是有包括這些東西 問題是耶穌有沒有分 但是這個問題呢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研究 為什麼呢 你找了聖靈的經文 逐句逐句研究 到底有沒有說到這個 就是耶穌有沒有分差遠呢 我們去研究 但是這個研究 聖靈來是天父差遠 和聖父聖子一起差遠 分別有多大呢 在我們的生活上 沒有什麼大分別 就是天父差遠 聖靈 或者天父與耶穌差遠 聖靈 我們都一樣得福 所以這種研究神學 就是一個純 為了研究而研究 如果我有這類的神學問題 我就覺得 除非你是很有心研究 你就慢慢研究 但是如果你不是很想研究的人 你不一定要研究這個問題 因為它不會影響你的屬性生命 但是對於聖靈工作 我們要研究 我們到底能否在聖靈中運作 我們要研究 這些因為我們實際生活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對於聖經的研究 都可以了解 但是 其實聖經什麼都應該研究 其實我很多點都經常研究 有些什麼 比如喜悦 我都研究過 聖經是有講到 神喜悦所有的兒女 但是聖經也有講到 神喜悦那些聽祂說 親近祂的人 聖經也有講到 這不是矛盾的 譬如有些人說 神喜悦所有基督徒 所以你怎麼做到神的喜悦 這個就誤解了聖經 因為聖經是有講到 神喜悦所有基督徒 這就是一種 因為耶穌基督的赦罪 所以神可以接立我們 但聖經也有講到 那些基督徒 你看啟示六七封書信 一方面稱讚 一方面有指責 提醒叫他們悔改 所以很明顯講到 神有喜悦 因為耶穌的緣故 這是一個救恩的喜悦 但是不代表你做什麼 神有喜悦 很明顯聽話的 神是喜悦的 親近神是喜悦的 所以這就是神學觀 但有些人說 你做什麼都行 不要緊 你上來耶穌 神是喜悦你的 這是錯誤的神學 這些我們要研究 很多時候我講了一篇 我裡面的詞 我會去看 所以我聖經經經常搜尋 現在很快 以前我找過聖經內篇 關於哪個詞 我會逐個逐個找 但現在用電腦 全都出現 真的很不同 很不同 這類的 我覺得實用性的 我們應該更多研究 這是能夠應用 有些其他 都應該研究 不過呢 我覺得 不需要放很多時間 在心上 也不需要被它影響 純為聖經研究 我都覺得是應該的 是好的 但因為實際上太多事情可以研究 我們 或者太多人可以幫 我們都放多些時間 可以幫到人的神學研究 有些神學研究 可以說 沒有什麼大影響 有些 有某程度的影響 譬如在我心中 始終我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在聖經研究 還未得到答案 審判的時候 我會知道 這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基督徒審判的時候 到底是 神就說 這些罪 所有都投入深海 已經是踏罪腳下 不再提 那就最好 基督徒你信得住之後 你犯了多少罪 到時不用提 只要提 你有做了什麼好的事 但另一件事 審有說 凡人所說的閒話 聖經兩律的經文 都有說 你的罪投入深海 有人說 他已踏着腳下 那 求助深海 即是很遠很遠 那就當然好 另一個 就是 凡人所說的閒話 在審判時 要甚麼要罪出 就是 所有說到的事 和做到的事 你的心思意念 審判的時候 逐句逐句全部看出來 那可以說 對於我們上天堂 就不太大影響 如果你真是跟隨耶穌 你信教耶穌 你是跟耶穌有生命關係 你就上了天堂 不过审判的时候,我们都很想 神啊,赦免了,就不用提了,那就最好了 这个,在我身中,我始终没有答案 但我又会说,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去 谨慎,小心我的行为 显得到时,逐样弓出来,真是很丑怪 但是呢,在天上,又再没有丑怪这件事 我们就看到自己的行为,就是觉得 赞叹神的作为 但仍然,这个神学,有没有影响,就有影响 因为会影响我们,今天有多警醒 有时没有人看着你,你在想什么,看什么 上网,看什么,你和人怎样说话 是全部具体工出来 就是,我相信我们知道这件事 或者是给你看一幕,这个情景,有人做一部电影 全部一幕一幕,怎么能看到人在想 那些不好的东西,污蔚的东西 如何恨人不原諒人 全部逐句提出來 很多人覺得看完我也是這樣 就會很害怕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我都在找答案 不過我依然無論如何 我都是一樣很小心的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